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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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有名的皇后 第三部《青云志》这部电视剧很搞笑了 这部剧分三部来拍摄 男主自然不用说是张小凡 但是第一部的女主是赵丽颖饰演的必要 第二部就变成了杨子饰演的陆雪奇 所以到底女主是哪个 女主还可以换来换去 她还是第一次见的 好看倒是赵丽颖好看 但是杨子演技也不差 这两位女星小编都喜欢 不知道最好张小凡会怎么选择 反正两个都是好女孩 都深爱着她 各有各的性格 一个灵气十足调皮可爱 一个仙气十足高冷大方 张小凡的真爱到底是谁呢 第四部《五年万事》这部剧 原定的女衣是朱七七 但是白飞飞太好看了 演的也好 身世可怜也给她增加了不少分数 很多人都觉得白飞飞才是女衣 首先她和男主沈浪的感情很深 沈浪一开始是爱过她的 只是失望了她的狠独才改变心意 其次 这部剧中的白飞飞比朱七七美太多了 演技也好 同样拥有女主光环 所以分不清楚谁是女衣 而且直到现在 白飞飞都是比朱七七受欢迎的 白飞飞的气场真的好强大 比男主的热语还多 这是至今为止电视剧中 最成功的一位女儿了 她让多少人分不清楚 这部剧的女主究竟是谁 第五部《乌龙闯情关》 按照出场顺序来看 曹颖是演的 或水仙是女衣 因为她小时候就和男主刘病衣见过 而且她的出生也放了一个片段 但是最后让人感动 那却是徐平均对刘病衣的爱 在刘病衣失去武功和容貌的时候 徐平均一直陪着刘病衣 后来徐平均生气离开了刘病衣 本来对于一直被纠缠的刘病 以来说是好事 但是失去许平均的刘病 以即使有祸水仙 陪着也好像不开心 她又把许平均找回来了 所以许平均也像是女衣